看过徐若萱的作品并不多,唯一能想起来的就是他和林志颖合作的旋风小子,在电影里确实有被他的颜值给经验到了,不过并不是所有长的美定人都能最先找到那个爱的人。 徐若萱便是39岁才嫁给了老公李云峰,虽然李云峰不是第一次结婚了,但比徐若萱还要小两岁,并且已经育有两个女儿,所以徐若萱婚后自然就必须要担起了后妈的责任。 徐若萱和李云峰也有自己的孩子,2015年8月13日,徐若萱为他喷咐产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D-A-L-T-O-N,也叫李薇宝,虽然多准早产两个月,但是现在很健康,也就是说今天,小薇宝正是满三岁了,发现小朋友们都特别的有爱心,记得天美八岁生日的时候愿望是想要养一只猫,于是林志颖。 就带他去买了一只,取名为林奶油,这次年仅三岁的小薇宝却说想要一只老鼠,而这正好是爸爸最害怕的东西,因为事先给小仓鼠取好了名字叫胖胖,所以就挑了全场最胖的一只仓鼠带回家,开心得不光是小薇宝,还有两个姐姐,画面左边的是大姐Alisha,右边则是二姐Clara,两人相差三岁, 虽然这个弟弟不是自己妈妈生的,但好歹也是同一个父亲,所以姐妹两对小薇宝自然是非常疼爱的了,更何况小薇宝长得还这么帅,而且还很会讨好人,经常热情的亲姐姐们,谁会忍心,拒绝或者欺负她呢? 刚到手的小仓鼠的龙子应该是没有搭好的,两个姐姐积极性也非常的高,帮助弟弟一起待见,小薇宝似乎在和姐姐一起放失误,专注的小薇宝要看清楚龙子的每一步待见,小薇宝站在两个姐姐的中间,后来没站稳突然摔倒了, 对此薇宝轩并没有很担心的跑过去,把门还笑了出来,并问,Darton, are you okay? 姐姐也跟着问了一遍,小薇宝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,看看妈妈,又看看姐姐,然后很坚强的说,I am,OK,真是太可爱了,薇宝轩说很喜欢看到接地三人同心协力,虽然相差了十多岁,但希望他们能珍惜缘分,即使以后有了自己的家庭,也要相互扶持,彼此帮忙,爱家人,薇宝轩还趁大家总是讨断上, 这坐后妈的为难与稀劳之处,可想过,对孩子又何尝试容易的事,说明徐若轩懂得换位思考,两个小姐姐会对弟弟好,并不是没有理由的,祝福小薇宝三岁生日快乐,有两个姐姐宠着,真好。